近期巴尔维德战绩糟糕,连赛三场不胜,作为主帅的巴尔维德在泽难逃,巴尔维德也对巴尔维德凯帆巴尔维德航母而表示批评。 除此之外,更衣室一些球员也对巴尔维德不满,认为棋牌兵不振,失去了一定逻辑科学性。 作为巴萨新进队长,梅西也深受压力,人们计划今年冲击未免联赛冠军的同时,还希望夺取欧冠冠军,但这似乎变得有点困难,而更衣室的状况也令梅西很担忧。 近日,西班牙媒体足球先生消息指出,梅西很清楚队友之前的现状,同时向巴尔维德发出了警告,若以邪忧能力突出的球员,得不到较多出场时间,那么球队的实力将受损。 再这样下去,自己也将考虑离开巴萨,而梅西所说之人就是惊吓刚加盲的妖心马尔科姆,但是巴萨就从罗马手中硬硬地抢走马尔科姆。 但是这位巴西天才,如今在巴萨事与愿违,得不到稳定的出场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。 其实在赛季初的热身赛中,马尔科姆就展示了自己的实力,表现非常出色,神兽梅西喜欢。 这样的猛下在灯飞来的光环下,巴尔维德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,而外界也有另外一种说法。 其实巴尔维德并不喜欢马尔科姆,他只是巴萨高层买来投资的,而巴尔维德此前就与巴萨高层产生过分歧。 当初保利尼奥的离开,让巴尔维德很失望,而巴萨高层只是想把保利尼奥先租后卖的方式串取至乐部利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